大安风筝冲浪活动今年迈入第八年 每年都会开放全国冲浪好手参加 一起交流冲浪技巧 而今年一共吸引上百位冲浪好手参赛 在海上尽情竞技 服务区馆内更有适合亲子的彩绘风筝活动 适合一家大小游玩内容相当丰富 学生稳定地操控着风筝 等待风大时机开始下水冲浪 但风筝冲浪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八年 每年都会开放全国冲浪好手参赛 一同来交流冲浪技巧 不过想要有好的表现 除了技巧之外 还需要老天爷的配合 可惜整个早上风速不大 学生们等到下午才开始下水竞赛 藉由这个比赛的机会互相切磋 来互相学习 也可以一起玩乐 是一个很快乐的比赛 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可以来这边看表演 看选手非常技术高超的 一些操作风筝的技巧 大安地区特别大家知道的就是 它的风很强劲 那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天然的资源 这样子的一个风速风力 所以风筝冲浪在这边办 是非常适合的 那这些风筝冲浪好手 他们苦思找不到一个地方 正好在我们大安 就是他们寻寻觅觅很久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风筝冲浪的景点 70多位来自全国的冲浪好手 在大安海边迎着风式表演 五颜六色的风筝也将蔚蓝天空 点缀的相当缤纷 信不少人观看 而主办单位也安排 适合亲子一同体验的风筝DIY 免费让小朋友们在风筝上彩绘 创作独一无二的风筝 没尝试过的小朋友 第一次在风筝上彩绘 大家都觉得新鲜又有趣 很好玩 因为可以在风筝上画自己想画的东西 很有趣 好玩 因为我很少在风筝上面画画 很好玩 我以前没有画过风筝 我画完之后就去海边放风筝 台中大安拥有得天独厚的锋利自然资源 近几年在市府精心的规划下 将在地结合运动及手作等亲子活动大力推广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 也为当地的海线观光再填助力 记得烂卫台中采访报导 好玩 好玩